全国中小学12号开始实施校园防疫的新制 各级学校采用已筛代格的防疫新制 也就是快筛阴性者可以到学校上课 确诊者或是快筛阳7天居家照护后 起满无症状也可以回到学校 另外对于课照中心 教育部也松绑了饮食管制措施 删除学生用餐座位固定 不可以随意变更位置的规定 但是仍需要维持用餐环境的良好通风 而且饮食中仍然是禁止交谈的 中小学开学已经两周了 而目前教育部公布新的校园防疫措施 12号起确诊或快筛阳性个案 7天居家照护 而起满没有症状就可以入校上课 同班同学以及教师摘下口罩 要共同活动15分钟以上的人 由学校提供一记的快筛试剂 快筛阴性无症状者可以上课 而另外教育部表示 快筛阴性的学生如果有疑虑 可请防疫假不列入出缺勤记录 而教育部目前也发函给全国补习班 儿童课后照顾班松绑防疫规定 根据韩文指出删除补习班 儿童课照中心教室才固定座位 固定成员的方式 以及制作座位表等相关规定 但要注意的是人需维持社交距离 以及佩戴口罩 而另外也提醒补习班 除了应公告从业人员疫苗施打情形 若有快筛情形 也需一并公告快筛结果 另外针对课照中心教育部也 松绑饮食管制的措施 删除学生用餐座位固定 不可随意更换位置之规定 但人应该维持用餐环境良好通风 而且饮食中仍禁止交谈 若补习班或课照中心学生确诊或快筛阳性 比照教育部锁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以及幼儿园 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防疫管理指引 以及指挥中心的规定办理 学生请防疫假期间 家长得依照政府相关法令规定 请假自行照顾 解全如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